记者李中宪台中报道 你投入台中市长选战的立法委员将启程 今天推出首播选许文轩 主打海龙挖兵的他 放上当年挖兵照片 自诩赶战 能战就让挖兵海龙立战空乌龙 只是网友似乎不领情 纷纷留言施暴 越选穿越少 原来在选猛男不是选台中市长 更有人说 等你有权利关掉火力发电厂 再来打制作不到的证件 不然就只是话胡烂 国民党要推力为江启程 或是卢秀燕来代表参选台中市长 目前人看不出端倪 江启程服务处 今天推出第一波选许文轩 以赶战能战 赢回大台中为主题 并大秀当年在金门当海龙挖兵的照片 气势十足 新闻稿中 江启程述说自己 1996年台海危机时 在金门前线当海龙挖兵 从不会有勇到成为挖兵 让他相信 凭着坚定意志力 没有做不到的事 严苛训练更让他学到 唯有正面面对挑战 无所畏惧 敢战能战 才能力挽狂澜 扭转乾坤 江启程表示 空无无问题 已让台中市民忍无可忍 文宣不只是文宣更是市长林佳龙当选三年来 每一个市民心中真实感受 他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 不仅率先揭发市府黑箱展延中火第九号燃煤机组 迫使市府严省十座机组中剩下的九座 又提案修正温室气体减量与管理法 将攻 民营火力发电厂纳入减排目标管理等 他说 废不能换 但市长可以换 他要用海龙挖兵面对挑战 以作为父亲的责任感 还给这城市的孩子好空气 如果林佳龙做不到 就让江启程来坐 面对空无 江启程赶战 能战 只是 这份选举文宣在PTT上却被网友施暴 网友Jerry说 为什么一定要华众取宠 真的很讨厌这种选举文化 衣服还是穿起来吧 不然就赶快拿出自己的证件 从头到尾根本没看到过 网友Moonstrike也说 等你有权利关掉火力发电厂 再来打制作不到的证件 不然就只是话胡烂 网友Holesign Wingung 说好汉不提当年勇 嘴当兵表示你没了了 另外 更有网友称 越选川越少 原来在选猛男 不是选台中市长 交召立委 不用交召哦 这么爱踢海路 不要连任签下去好了 大概怕连初选都过不了 急了脑残幕僚 等语 酸进十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